第141集 接下来的几天,江丰眠什么话也没话,也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,与子渊也是正常黑着脸不说话,大家就都忙着江燕离婚礼的各种事宜,兰望鸡自然也跟着搭把手帮忙干活。 她的细致严谨一丝不苟,换来了江家夫妇的赞叹不已,江丰眠私下跟与子渊叹气说,子渊,要是兰望鸡是你的那该多好啊,我们现在就能把他们姐弟两人的婚礼一起办了。 真是老天没长眼,没办法,与子渊也是气哼哼地坐下喘气,她哪里不懂兰望鸡的好,就是太懂得兰望鸡的好才更生气。 那样好的人,想将魏无羡放弃,那是不可能的事,但让他的大儿子跟一个男子在一起,他不甘,绝对不甘。 魏无羡是他看大的,再怎么着,都是有感情的。 江燕离道是一天,比一天地欣赏兰望鸡,看到魏无羡跟他在一起,是那样的神采飞扬,笑语艳艳,他就忘记了所有的不快。 两个人走到哪里都是那样的让人赏心悦目,爱得不行。 这不,江燕离招呼魏无羡,阿羡,你和蓝院长要准备一下礼服,你们去我买婚纱的店去看看,合适的买两套穿。 好的姐,我一会儿就带蓝战去买。 魏无羡连声答应,处理好手头的事情,就开车去婚纱店看礼服。 当两人西装笔挺的从十一间走出来的时候,那些客服都目瞪口呆,顶住了呼吸。 魏无羡感觉气氛有点奇怪,笑着问,哈喽,你们怎么了?帮我们看看呀。 好不好看,合不合适? Oh my God,你们是不是上帝派来的天使? 太美了,太不敢相信了,你们是从哪里来的? 一个金发女郎一阵惊呼一滴连声的发问。 对,我们就是上帝派来看你们的。 怎么样,好不好? 魏无羡本来就高兴,被美女一称赞,撩拔的又使了出来。 上帝啊,太好了,太帅了。 两门先生,你们是要结婚吗? 一个女郎问,不是,我们是要去参加婚礼。 魏无羡回答道,那你们出现会不会抢了新郎的风头啊? 金发女郎夸张地表示了他们的担忧。 这样的两个人站到礼堂上,是叫人看你们还是看新郎新娘啊? 你们的出场是否有点牵厚道? 先生,请问你们有没有女朋友? 听说他们不是要结婚,而是要去参加婚礼。 另外几个女郎围了上来,问魏无羡和蓝忘姬有没有女朋友,因为蓝忘姬不懂法语,只能看魏无羡跟她说聊的热火朝天。 从他们的表情上猜测谈话的内容,你是们,我们没有女朋友,但,我们也即将要结婚了。 魏无羡突然搂过了蓝忘姬对准她的眷面,就狠狠地一问。 蓝忘姬还来不及反应,就在一阵爆发的笑声中,一股热血直冲脑门,一层浅红从脖子迅速爬上了脸庞。 她又羞又急地望着魏无羡,魏英,蓝湛,那么多美女围着我,你不慌啊,我只是给他们证明一下,我是名花有主的人,你不乐意啊,这是公众场所,这里是法国。 蓝忘姬看着魏无羡肃肆无忌惮,当众亲吻她表明他们的关系,心里是穷将权勇,但她毕竟是中国人,不习惯,太不习惯了。 蓝湛,我突然有个想法,你看如何,合适,趁着在法国,我们就把婚结了,这里同性能结婚能办结婚症。 魏无羡放低了声音跟蓝忘姬说,蓝忘姬被魏无羡的提议击中心脏,她定定看着魏无羡半天不说话,但两个人的眼神却明白无误地表明,这是神来之笔,可行,简单快捷直接明了。 两个大男人处事,当然是绝不拖泥带水,两人及时跟婚纱店的女郎了解一下市政登记结婚的时间,有关事宜,定在三天之后去市政厅登记结婚。 然后去找个教堂举行个仪式,就成了,魏英,结婚证我们先办了,仪式我们还是回去再办吧,要不家人会不同意,会更生气。 蓝忘姬说,那也行,反正咱们把证都办了,他们是没办法让我们离婚的,对不对? 魏无羡被自己的灵光乍卸而喜不自赦,没有一个方案比这个更可行,我们把生米煮成熟饭,其他人什么话也就多余的了。 而蓝忘姬想的是,他和魏无羡在一起,希望能堂堂正正得到家人的祝福。 社会上的人没关系,家人的祝福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 如果家人不承认不祝福,两个人在一起总归是有缺憾的,望羡两人把礼服搬上汽车,一路上心情如风回到江家别墅,一进门就看见江丰眠在客厅里忙着忙哪,魏无羡过去打招呼。 江叔叔,我们回来了,还有什么事情要做交代我们就行? 行啊谢,你和蓝院长这些天衣够忙的了,该谢谢。 江叔叔,我姐结婚,我们忙得高兴,没事,有事尽管吩咐。 江先生,有事情吩咐,我和魏英去做就好。 蓝忘姬也轻声地说,蓝院长,事情差不多了,这些天多亏了你和阿县,你们真是细致,我们想到的都做好,我们没想到的你也帮我们想到了。 真是谢谢你,不用客气。 对啊,江叔叔,你不要客气。 我们是一家人,听了魏无羡这句话,江丰眠看了魏无羡和蓝忘记一言,不说话,叹了口气,走开了。